大家好 我是Amy 我是Amy 我們是Amya 今天要講一個很多很多人需要知道的事情 要怎麼樣跟日本人用LINE 聊天 要怎麼樣用LINE追人 聊人 然後女生的話呢 這幾招我都覺得還不錯的 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以讀不悔的話 然後很玩對不對 你可以在一個適當的時間 你就一度不回 裝作你睡了 但你其實沒睡了沒關係 讓對方有個餘韻 隔天或者是隔兩天 再隨意的開啟一個懷疑 再等待那時候讓對方可以想著你 結束話題是在對方回你之後 就人家如果回了你 你就可以不要再回他 對 這樣就比較有潤有潤 就在一個有據點的地方 停下來是可以的 而且會蠻有效的 適時的寄一些你在玩的照片給他 這個我常用 對啊 那段人都在用 對那段人都在用 而且我還 我還助攻過朋友 是我個前妹啊 他那時候在這 他現在男人有曖昧性 然後那個男朋友 比較不回爛的那種 他可能睡死了或什麼 就是比較忙一點 然後我就說 來來來 我給你自拍 然後我就跟他自拍 然後叫他傳給他 果然就得到了 你給他一個視覺性的刺激 而且比較有話 而且他就會有一個 稱讚你的 機會 欸你去那邊了喔 這樣就會有一個小話題 也會讓他覺得你願意 分享你的私人的東西 對 就代表你們兩個關係 是有可能有進展的 就不是只有你們原本的那個關係 可能還可以更親密的那個感覺 第三個是要讓男生擔心 要傳一些讓男生擔心的內容 可是我每天都在用這個 對啊 他們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可以說 啊 超酷的 或是 或是 為什麼這個好 其實是因為 不管他對你們的意思 男生就是很想要幫你 嗯 男生就是一個很想要幫助你的 然後保護你 對 他們就是 因為就是好像他們好像要蓋張的感覺 要拿一個表面蓋說 啊 你做得很好 你要讓他有表現的機會 這個就是給他表現的機會 就像 比如說 好我現在這個男朋友 我那時候剛剛愛美的時候 我是真的 急性九性中毒了 你看這個女兒 我到底是喝多久 對 我一直每天都充滿了災難 所以我很多這種內容可以傳 而且我不是當下傳 我當下當然就是死亡了嘛 那天就是有沒有農民街 玩然後 那個 群群院 我不會再調免列說 白癡才是這樣 就是已經完了之後 才跟他說 啊 然後他還說 如果你當下告訴我 我就會趕去 我想說怎麼可能 你最好敢來 我不相信人這種鬼話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啊那你要怎樣 男生都會給你很多建議 像我最近就是 我閃到腰了 然後我就跟那個人說 我閃到腰了耶 他會說 喔 因為我以前是 什麼打棒球的 然後我已經腰痛17年了 所以我來 那讓我來教你 他就鬼很長 就說那你現在要怎樣 那你要現在要怎樣 所以這空話題持續了很久 對 其實他有表現 我厲害我強 然後又讓他可以關心你 我知道很多事情 對 這個招是一個開朗 有趣的女生 那你讓人擔心的內容 才會有效 給他你的 因為你如果平常就是 一直在那邊 哭哭聽的啊 然後一直都愛 不然就每天都在哭吐不動啊 貓力超級大 寒冷 就不行 那麼這件床呢 你們可以試著去使用它 拜託大家試一試 接下來要講一些比較實用的 首先我想跟大家講 日本人他們 他們有什麼叫做 omowaseburi 假裝對你有意思 那他去站的目的就是要讓你覺得他對你有意思 好像有意思 所謂的omowaseburi 就是裝嘛 你搞不清楚他到底真的 就不知道他是真的還是裝的 他不知道是真的還是裝的 他們的戰術基本上就是 反正先裝就對了 然後上鉤的我在挑這種感覺 調查問說 那你有做過這件事嗎 你有裝作習慣上別人嗎 然後男生回答試的是38% 女生回答試的是79% 所以台灣男生很多跟女生聊一條 然後覺得聊得不錯怎麼不見了什麼的 就是這個 其實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不要上鉤 你不要讓他覺得你已經上鉤了 他就還來繼續鉤你 時間長了之後 搞不好他就真的會喜歡上你 你不要真的以為他喜歡你 就好了 你要裝作你好像很喜歡他 但是你自己也不能喜歡他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狀態 你知道這很好笑的 問女生有沒有被 有沒有被虛情假愛騙過 我覺得女生46%覺得有 所以男生搞不好隨便 你隨便亂稱讚你 然後女生就以為 人家喜歡他 因為有些 有些真的是那種 他肢體碰觸很多 或是他很愛稱讚女生 對 Moraseburi的行動有幾個 比如說 問你有沒有交往對象啊 或者是 去約出去也是 其實我覺得對日本來說 兩個人一起吃飯根本不算什麼 那只是一個開頭 就是 也沒有開頭啊 就是 什麼 就是說他這個 不一定是男女朋友 對 因為其實他們不會在兩邊都還不太認識的時候 忙交往 對 沒錯 不太會一見中間就交往 對 沒錯 沒錯 他們也不太看點 他們都是要看個性合不合 通往 通往一個 不知道去哪裡的 特別是 當天約的那種 他就是 喔 對 因為他如果真的對你比較正重一點的話 他會約的比較 後面 跟比較細 當天約的可能就可以變好朋友 對對對 然後一直稱讚你 對你很溫柔 就那種幫你拿包包 幫你就是走車道啊 拿個小東西給你啊 那種 那種都不算 這個都可以是 他只是純粹好人 對 還有肢體碰觸 對 以上這些呢 其實真心追人的時候也會做 但是虛情假意的時候也會做 所以基本上無法判變 但是你可以看 他是不是對其他人都這樣 對對對 還有就是 要嘛你就 你不要一直就是 他覺得你就出來 嗯 比如說你推遲 你就說不要不要 想這樣子 下次再說吧 或者是 你可以直接跟他說 我覺得你會讓我有點誤會 可以你心裡不要這樣嗎 什麼的 直接說也可以 這樣子 他虛情假意他就不敢來囉 我摸得不離開了 對 誰先喜歡上對方 對 看誰先放真心 看誰先放真心 放真心就該死 對 他們很喜歡在喝酒的時候 不然他們會說 好嗎 對 對 對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真的 我對你要講 真的好嗎 你什麼時候喜歡上對方 不然就是好嗎 然後我想說 好嗎 好 來 好 但是其實這個女生也很常用啊 對 常常會說 好 好 好 然後男生同樣都會 滿太太 我之前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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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氣 你看大家都是各中高手 但是我可能都還說 可愛 好 好 絕對好 就是講一些 那到底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那個 那個 我個人對於這種有一個就是 免疫吧 有一個回復的方法 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不知道這次不適合 什麼我想知道 謝謝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樣的話 第一個是說 你先謝謝他 然後又讓他知道說 他說他不是唯一的一個人 啊 我也可以 你也可以回說 對 我也喜歡 那我就不喜歡 我就是那種 對於日本人的虛假 我會直接跟他一起虛假下去 是那個不道 就是道歉 虛假道歉 喔對 因為我沒有要說謊 我就是不真心 不好意思 我承認我不真心 所以你就是 我是啊 我跟那個人求婚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可以 可是你不覺得這個 這個也很賤啊 很賤啊 他就一直覺得我可能喜歡他 但 也還好啦 我只是覺得他滿適合 有理所給你 日本其實基本上他比較保護自己 所以他的所有的行動都是 首先他要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嘛 比如說我真的很想阿咪 我會一直一直猛頭追阿咪 阿咪可能擺在我心中一個很壯的順位 然後可是我會一直撒謊一直撒謊一直撒謊 一直撒謊 我跟阿咪可能就是吃貴一點的菜 心態就是 心態就是 男生要做了 男生 想來一發 他想來一發 總之不能說 欸我們現在立馬來一發 不行啊 他就想說 能騙就騙 然後這個人可以做我就先 我就先假裝好像喜歡你 可是做了之後他不見 其他的就是 就是 想要享受 對大家 眾心拱月的開心感 收集他的那個 勳章 然後第三個就是 KEEP 日本人被他叫KEEP 就是 所以為了這個 那當然你要給他一點 你怎麼不能被他 被他沒沒膠水不行啊 對 漁場管理嗎 就是還是要稍微給他點糖質 發糖發糖發糖 那一般情侶到底會傳多少LINE呢 有七成的人覺得 大概每一天都要LINE一下 但是剩下一成覺得 啊一個禮拜大概有四五天LINE就好 無論一成以外真的都不算 我前夫也是不見喔 我前夫就是不見啊 對啊 也許不見 別沒有 我反應 Stop 別人 什麼 還沒 噴